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映这个是一次减分部署 本身说了跑千八米都严长 而在泥地大败一场之后 随与石又再安排至多幅去跑一场 谷草大长途目球再压低个评分 可惜换来的是跑到流鼻血的恶果 而且大败之后更是一分都没得减 经过两个半月的养伤 復出跑过两场都是平平无期 不过评分就已经跌穿四十分正式可以落去五班 在这个时候随与石没有去部署选跑五班赛 反而选择失一分去参战一场四五班混合赛 最后凭着超轻磅军速手包商位跑入一直第四名 而当晚的跑道形势是大利外跌后追马 所以志多福在直路走内跌不理地之下 能够顶到一直第四已经算很有惊喜 看志多福对上跑九次谷战 其实末端都未曾做过二十四秒以内 亦反映今场是这匹马初次在香港展现出有竞争力的走势 再留意同样食不理地以跑较后名次的 星河小子和竞快联盟再出军能够上名 不过下一场随与石又开始乱丽 不但没去部署下班跑 而是继续选跑四五班的混合赛 而且更安排转战田草 结果在多福快筋之下又因为气管多痰而大败 而上场是最多福错次跑五班赛 但马房又安排这匹马让路被迷 预报跑七月初那场五班谷草一里 且将这匹重磅马交给冒险东跑 再抽到十二档 赛前预期随与石都会选流力 顶下跪先博 谁知跑延长的千八米 在冒险东放快半秒之下 竟然可以放到最后五十米先给其他对手过头 进一步反映出这匹只购马的评分已经减到过了 经暑期评分调整之后 获再减多四分 相信来季只要粗练完整之下 出赛已经可以有壶叫 另一个致胜关键是 随与石最好肯借中逆礼放头跑 因为不知为什么 本身随与石不是很肯信任那些减绑的牌子 单看右苗头自从由黄进减绑赢马后 成季再跑谷荠都未再试过肯交给黄进减绑再跑一次 不过上季之多福匹和主马尾多福的唯一胜仗就是用中逆礼减绑赢 希望来季之多福都可以至少交给中逆礼试跑一次 初步目标是九月尾的拆组五班谷草一里 如果随与石选跑组一星期那场谷草千八的话 都不可以批死不赢得 但就只能和石哥讲句子求多福啦